严总让你换部车子再出门 他说记者已经知道你出院了 现在家门口和公司都有记者蹲守 免得被认出车子又要堵你 严总让你开旁边那部新车 他早上亲自开来的 要稍等一会儿了 艾梦一大早来找严总 是有很重要的事 现在是上班时间 那天开车到他的城市已经是深夜了 所以我原本打算第二天登门拜访他 结果第二天一早 我刚按了门铃 他妈妈开了门 电话就来了 说你就出事了 我们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就往外赶了 哎 希望是吧 伴娘 你会不会想得太远了 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说 超想当伴娘 现在机会来了 要当我的伴娘吗 你当然认识啊 大中游戏诸事会社的上野社长 是是是 我们能认识 多亏了那艘欧米修斯号 也多亏了你和严总 我们想过了 想把婚礼办在欧米修斯号上 是不是意义非凡 到时候 你就是我的首席伴娘 好了 我今天来 除了是向严总汇报喜讯 还给他甩了个 毁约的大难题 他正发愁呢 看来要靠你救场了 拜 恭喜完了 还不进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分期是什么东西 原来你记得昨天的事 我以为你打算忘得干干净净的 你都没听完我的话 甩下花就走 还真会曲解我的意思 那就先把这个综艺给接了 工作室的收益才有保证 和别人谈恋爱 你想都不要想 节目效果也不行 爱梦如果接 就是恋爱嘉宾身份 你接 就是恋爱观察员 我会和制作单位提的 否则免谈 毁约就毁约 反正拍医生的间隙就能录制 不用奔波也不用耗神 就当休息吧 您好 查到了什么 在长宁路133到140号左右路段下的车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老秦青里红金服留下的东西时 在他一件私人的衬衣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你出事前两天的计程车票 是的 为什么会是那里 他去那里干嘛 今天就这样吧 我马上要出去一下 好吧 我让你知道 你反而会想方设法孤身犯险 跟着吧 严总 爱梦在楼下被记者围住了 本来那些记者是来赌他的 因为爱梦的婚讯突然传出 现在火力转移到爱梦头上了 反正本来就打算开个记者会 跟大家报个平安 择日不如撞日 一起下去吧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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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